台湾知名旅美音乐家胡乃源 跟公益平台基金会的董事长 严长寿共同举办的 Taiwan Connection音乐节 连续十年的时间 每年让古典音乐走入 台湾的乡镇 可是今年巡演结束之后 将会无限期停演 大家都非常惋惜 胡乃源说现在暂时停止 可以让音乐家们好好思考 下一步该怎么走 知名旅美音乐家胡乃源 现场演奏墨西哥作曲家 庞赛的我的小星星 他创立台湾Connection 今年巡演结束后 宣布将会无限期停演 Taiwan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其实我希望是 大家在台湾音乐家们 需要有一个共同要 再往前的追求的一个目标 但是下一个目标 其实已经面对国内音乐家 他们的工作 其实通常已经会把他们 能出来的时间绑得很紧 所以我刚刚前面讲 每年要做TC音乐节的时候 有一些音乐家是很辛苦的 TC音乐节每年邀请海内外 杰出华裔音乐家回台演出 但因为行政事务繁重 许多音乐家的时间 无法完全配合 让一首创办TC音乐节的 胡乃元以及工艺平台 基金会董事长 严长寿忍痛宣布 无限期停演 过去这段时间在乃元的带领之下 为台湾 不单单是台湾 为整个的音乐界 其实带来了一个新的可能 跟想象的空间 我想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我们也期盼 不会因为台湾Connection的 暂时的停止 让我们追求艺术的那种热忱 会被交溪掉 走过十个年头的音乐节 巡回各地演出 让古典乐走入人群 也是音乐家们的交流平台 胡乃元强调 不设指挥的演出形式 已经成为TC乐团的特色 挑战团员们的默契与指挥 今年乐会以伟大为主题 将演奏音乐家财可福斯基 以及舒伯特的经典曲目 十一月底TC乐团寻回全台 献出精彩的战别之作 我想人类一直都有天在人祸 但是现在的资讯这么的密集 所以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什么 统统堆出来 眼前我们有伊拉克 加沙 乌克兰 台湾也有前阵的气暴 这种种东西让人觉得 人的渺小脆弱 所以我想 我就想变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